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机场工程 隧道工程 以及土木建筑工程等方面 荣工处都是国内建设的重要力量 伴随着中华民国的经济成长 台湾也像世界上任何先进国家一样 为求工业快速发展及经济高度繁荣 而产生许多环境污染的问题 未经处理的家庭污水任意排放 使河川变成大排水沟 重金属的污染 使良田荒废不能耕种 减损土地的利用价值 工厂废水进自排入河川 使原本清澈的流水染上颜色且污染海域 造成沿海鱼被泪逐渐枯竭 垃圾处理也未能善加规划 在河边随意掩埋 使自然环境遭受破坏 融工处为支持政府推行环保事业切业化的政策 于1987年设置环保小组 并于1989年扩大为环保专业工程筹备处 1991年7月正式成立环保专业工程处 运用本身充裕的事业资源 承办各项污染防治建设 其能带动台湾环保事业的蓬勃发展 融工处环保专业工程处的组织架构 包括主任及两位副主任 下设安全卫生小组 辅导兼行政室 人事室 会计室 公务组 营运管理组 环一组 环二组 环三组 下辖各施工分处所站等施工营运单位 环保专业工程处业务范围如下 第一 承办环保工程 包含固体废弃物处理厂 一般事业废弃物处理厂 特殊性废弃物处理厂 污水处理厂 进水厂 下水道工程 水及港湾污染防治工程 空气及噪音污染防治设施 第二 上述工程之代处理业 第三 以整体服务 融资或投资 规划 设计 环境影响评估 施工 运转 承办上述环保业务 第四 提供环保工程之 营建管理业务 第五 环境污染调查与监测 环境管理及评估 1979年 荣工处承办 台北卫生下水道主干管 次干管 及分管工程 主要业务是将家庭污水及工业废水 导入污水处理厂处理 本项工程的业主为台北市政府 施工期间 荣民员工身入地下14公尺 在高压空气及充满湿热的隧道里浴液感工 在施工方面 细采用浅钝工法在地下施工 浅钝机的特色 是其头部为可以旋转的密封式敲销面板 借着转动的力量 用切齿把土壤切除 再用内部圆筒状螺旋输送基础土 浅钝工法适用于软弱的地质 对施工人员及地上建筑的安全 有良好的保障 并为国内地下工程开创新技术 1985年 沙屋地乌乃沙净水处理厂开始动工 荣工处全办的业务项目 是乌乃沙水处理及工学管线工程 本项工程的业主 是沙国政府农水部 工程内容包括10座深井 20多公里的管线买设 以及处理厂中的软化厂 氮化厂 化学厂 沉淀厂 过滤厂等 本项工程为统包式工程 业主只提供计划图说 其余工程设计及水处理方式 均由荣工处负责 污水处理厂工程 荣工处承办的 高雄中州污水处理厂 一二期工程 于1987年及1989年 分别正式运转 本项工程的业主 是高雄市政府 该厂污水处理量 为每日一百万吨 为国内最大的污水处理厂 其污水处理的流程 系污水经由蓝筛 铺气 沉沙 调和 及消毒等前置处理 在经家药混凝 及初级沉淀处理后 予以海洋放流 全电污泥 则以重力浓缩方式 先与浓缩 再以抽泥棒 抽至艳阳消化槽消化 而消化后的 废弃污泥 则以调理脱水方式 予以妥善处理 以减少二次污染 同时回收及有效利用 消化所产生的沼气 此污水处理方式 使该厂真正符合 初级处理厂的条件 经处理后排放的污水水值 也更为洁净 完全符合海洋放流水的水值标准 融工处承办新加坡 十里达污水处理厂 于1987年开工 1990年完工 本项工程的业主 是新加坡政府 本案规模相当庞大 设计的浸流量 为每日十一万四千立方公尺 该污水厂 系为新加坡东北地区 家庭污水 及工业废水处理而建造 沙屋地珠拜三级污水处理厂 位于沙国西北部 珠拜工业城的西侧 融工处承办的是第三期工程 于1985年开工 1988年完工 本项工程的业主 是沙国政府 主要的施工项目 包括12座结构物 厂区管路设施 以及其他一般设施等 12座结构物 分别是初级 一级 二级沉淀池各两座 铺器池两座 初级消化池一座 二级消化池两座 灌溉水加压抽水栈一座 灌溉水储存草两座 这项工程的施工范围 涵盖土木 结构 建筑 机械 管路 电器 及仪表系统控制等 是融工处首次在国外 乘坐的最高级污水处理厂工程 融工处为开发观音工业区 成建观音工业区污水处理厂 及其改善工程 于1992年完工 粉项工程的业主是经济部工业局 工程主在加强废水生物处理的功能 从工业区管线进来的高污染废水 进入地下三层深度的浸流站 再抽送至沉沙池 使大颗粒污物沉降 在经调和池 调匀水池水量后 加入凝胶剂 以化学方式做初级处理 使活性污泥 能在二级处理过程中 充分发挥作用 提高流放时的水值 也符合日渐严格的排放标准 融工处承接 观音工业区污水厂操作运转的服务 污水厂的操作 除使各项处理设备顺利运转外 水值的化验尤为重要 化验主要工作为对工厂废水采样分析 以管制进场的水值 在人工处严密的操作管理下 该厂一级工程的放流水值 已远优于当时的放流水标准 因而观音工业区污水厂 被列为环保的博范单位之一 此外 三级处理设备 在改善工程完成后 更可提高放流水水值 达到环保署所公布的1998年国家排放标准 对环境保护及自然生态的维护 有更进一步的保障 荣工处承办五谷工业区污水处理厂 于1990年完工 本项工程的业主是当时的台北县政府 工业区因厂商不同 水值变化甚大 因此各工业区污水处理厂的处理流程也不尽相同 其中五谷工业区污水厂 系以RBC作为生物处理的主要设备 由于该厂距离台北最近 经常成为各级机关团体参观的对象 荣工处承办花莲建安污水厂 从设计到施工完成 由该处承建 该厂每日可处理500吨污水 其系采用接触氧化法 此法可达到1998年环保要求的放流水标准 台北荣民总医院更新计划完工后 为因应大量增加的医疗废弃物 及日趋严格的环保要求 特为请荣工处以统包方式 建造一座符合最新环保法规之 全自动化医疗废弃物专用焚化炉 焚化炉炉体在荣工处机械修护调配厂制作完成后 即运至荣总动力中心现场装配 炉体所用的耐火材料原料 均由美国进口 由荣工处施工人员在现场 契装隔热棉及塑性耐火材料 炉体的清料门也在现场组装 并在现场灌注炉体的柱性耐火材料 二次燃烧室在现场组装 二次污染防治设备 亦由融工处自行安装 此项工程由该处自规划 设计、施工、营键至操作运转 均能掌握关键性技术 以达成技术本土化之目标 同时并能确保品质 本处采用最先进之焚化技术 处理荣总医疗废弃部 使垃圾在处理过程中不致产生二次污染 以维持焚化炉厂区的安全卫生 经焚化炉产生之高温气体 经由自动控温之冷却塔 将烟到气体降温的摄氏260度后 再进入二次污染防治设备 以保护该项防治设备 为防止烟囱排气造成二次公害 初选用高效率之二次污染防治设备 如静电集成器及湿式洗烟塔外 并于烟囱设置连续性烟道监测系统 用以确保烟囱排放和于环保法规 经由闭路电视系统 可以观察到废弃物的净尿情形 以及炉内实际燃烧的状况 将焚化炉为调至最佳的使用状态 焚化炉使用中之各种操作状况 均可自监控室内之电脑荧幕显示之 藉由全电脑自动化控制系统 可在监控室内 按预先设定之各种操作参数 及操作顺序操控焚化炉 同时兼顾操作焚化炉之操作弹性 与操控稳定性 荣工处当时环保专业工程师达数百人 各类技术工人约有两千余人 总计约三千人 环保建设有别于一般土木工程事业 除需重视工程品质外 由需注重长期之维修品质 以及污染防治之操作运转 荣工处建于环保设施的全办方式 如以分包或仅工程同包办理 不仅在品质控制上缺乏一贯性 也更容易发生责任界定不清 影响操作运转成效 进而引发二次公害的污染问题 因此荣工处便积极推展 整体服务的经营策略 荣工处环保专业工程处 专责推动及承办环保工程相关业务 包括废弃物处理厂 操作运转 环境监测及环境管理等 广受政府及业主的重视 荣工处整体式专业服务项目包括 提供资金含全额投资 融资及部分投资 用地取得 工程规划 工程设计 营件服务 设备提供 操作运转 敦青露林 荣工处环保业绩一览 固体废弃物处理工程 包括荣民总医院焚化炉 沙烏地国家公园焚化炉 树林心电焚化厂图建工程 高雄特殊性废弃物焚化厂营运 高雄南部工业区 试验废弃物处理中心等 污水厂工程 包括台北市敌化厂 新加坡十里达厂 沙烏地哈密斯空军基地 高雄市中州厂一二旗 沙烏地珠拜社区厂 巴林空军基地 观音工业区 大园工业区 平镇工业区 龟山工业区 五谷工业区 中立工业区 加泰工业区 永康工业区 永安工业区 斗六工业区 花莲建安基地等 净水厂工程 由沙烏地乌乃沙净水厂 下水道工程 包括高雄市全工干道 台北市民泉东路 北市B主干管 建国北路 及福远街主干管等 除承办上项业务外 1998年后 又承办高雄大发 事业废弃物五金处理厂 张滨工业区 陆港区废水处理厂 代操作 新竹工业区 下水道工程 委托经营 东营岛海水淡化厂 代营运工程等 荣工处在环保专业 服务方面 无论从规划 设计 建造 乃至操作营运 都以达到最佳工程品质的 全方位服务为目标 数十年来 荣工处的施工技术 与工程水准 均受到国内外各界 一致的肯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